你OK? 不應該有太大的底一點 左邊 在我這次的心態就是 讓他收到痛口 收到痛口之後 看看如果他還置之四滴 還可以生的話 那就是他們的造化 如果生不了的話 也就是他們的速力 但是必須要到達一個臨界點 必須要給這個黨員教訓 而且這個教訓 就在我臉書上寫的吧 這一個巴掌應該要越做越好 台灣人被欺負 在國際間被矮化被打壓 然後哪一些人為了市場不得不低頭 這些的事情出現都會越來越反感 而且人心會越來越疏離 所以說兩岸之間我覺得 後面會有的就是 經濟的接近 但是人心的原理 為了兩岸人民交流 我們其實不是說不只人民在做些什麼 在努力一些什麼 其實政府在這個部分 兩邊的政府應該都要有相對的共識 而且還有相當的擔當 大家都為了促進兩岸人民交流 如果要因為一件事情 因為一個人的話 所謂的民間 民間的一些道聽途說 然後演變成了一個 一種不舒服的社會氛圍 我覺得這種不應該 這反而是迫害了兩岸人民交流的感受 就是很可惜 好不容易有一個比較良性的一個發展的感覺 那剛才這句話想得好 經濟上面越來越貼近 或者人心越來越疏離 就是已經3C已經造成我們很討厭的感受 3C產品做造成人與人的疏離 如果再加上一些在感受上也造成這種感受 這個feel很差很不舒服